這裡開始講的是圓跟圓的關係 你知道如果兩個圓啊 這個圓跟這個圓 兩個圓會擁有的關係 第一個 這是不是叫做外離 外離就是不相交嗎 一直接近接近有可能會外什麼 切 可以嗎 再來進去之後是不是就相交了 相交相交到最後咧 是不是還有可能會內切 再來就叫做內離 OK 所以總共兩個圓裡面會有五種關係 我們把它定義在這裡 所以叫做外離 外切 相交 內切 跟內離 好我們開始來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喔 兩個圓圈圈 一個叫做半徑5 一個叫做半徑3 然後我們等一下都講它的連心現場 這時候他們的連心現場 多少 我所謂的連心現場是這裡 這一條你回答我 大於多少 八 大於八 謝謝 如果今天 我們把這個圓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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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,因為這裡是5,而這裡是3嘛 所以5-3等於什麼?2 好,謝謝你 所以外切的時候 他們的連心現場就是相加 內切的時候他們的連心現場是不是就相減 可以接受了 那相交的時候 因為相交的狀況是不是有太多種了 所以我們的連心現場就會借在這個2跟這個8 是不是之間 好,最後 那內裡呢 內裡當然就會比內切的那個2公分還要 少 所以內裡的時候連心現場就是5-3 好,如果你聽完了 我稍微就把它這裡做一點點的總整理 如果以後有兩個圓圈圈 一個叫做5,一個叫做3 對不起,這裡有了齁,不用再畫了 如果以後有兩個圓 然後一個叫做5,一個叫做3 那 5加3是8 5-3是多少?2 如果我發現它的連心現場比8大 那就叫做外裡 如果剛好等於8就叫做外切 剛好等於2就叫內切 剛好 在2跟8之間就叫做什麼? 香蕉 那比連心現場2公分,比2還小 那就叫做什麼? 內裡 OK嗎? 好,公切線我們晚一點再來講 我們先來看這一題 一個人的半徑是9,另外一個人的半徑叫做5 那根據他們連心線的長度 判別他們的關係跟他們的焦點個數 一個是9,一個是5嘛 所以我就畫一條直線 兩個人相加叫做14,兩個人相減叫做什麼? 4 比14長的這個人 那表示他們的位置關係叫做外什麼? 兩個圓 是不是叫做外裡 對 外裡有幾個焦點? 沒有 沒有 那14就剛好叫做外 切 外切幾個焦點? 一個啊 是啊 來,8 8 4跟14 8是不是介在4跟14之間 那當然就會稱為相 交 相交有幾個焦點? 兩個 如果是4 我們就稱為內切一個 OK 那如果是2就叫做內 是不是內裡? 嗯 內裡有沒有焦點? 沒有 好,再來 如果O1O2是0 我們把它稱為同心圓 因為他們是同樣的圓形嗎? OK 反正他們焦點個數一樣是什麼? 0 觀念OK 這個看一次就好了 沒有很重要